一整支的角白笋外壳已经软烂 整个泛黄上面还布满斑点 看起来已经发霉 不过夸张的可不止这样 不止角白笋不新鲜 就连金针花也全都接近腐烂 甚至还将整箱的棒棒腿 放在地板上退冰 深红色的血水流满厨房地板 看起来相当不舒服 这些食材全都来自台中某科技大学 一名离职的厨师爆料 疑似是餐厅承包商 使用快坏掉的食材 要给学生使用 面对指控校方不愿出面回应 甚至连厨房都不愿意曝光 而卫生局也在货报后 实际前往水上击查 虽然没有看到腐烂的食材 不过料理环境也有待清洁改善 这些食材究竟有没有被吃下肚 目前也无从得知 只希望校方能良心做事 不要引发再一次的食安风波 记得周围祥 苏宇欢 台中报道